内政部警政署20号发布了重要的警职人事案 在25号举办交接典礼 其中花莲县警察局长一职是由警政署后勤组的组长蔡丁贤来接任 县长徐政卫主持 内政部警政署的主任秘书方杨林来尖交 花莲港务警察总队总队长则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 风源分局的分局长黄永志来胜任 花莲县警察局新任卸任局长交接部达典礼 25日下午在华联县警察局清明堂举行 由县长徐政卫主持交接 内政部警政署主任秘书方杨林尖交 新任警察局长由警政署后勤组组长蔡丁贤接任 而县长也供贺协任局长林素辉 容调台北市府警察局主任秘书一职 并肯定林局长一年多来整体表现 在社会治安以及这个安全 社会安全的领域上面 林素辉局上都非常非常的努力 而且让我们的成绩都在全国的民地前好 所以在这里我们先感谢林素辉局长 以及恭喜林素辉局长调身 台北市警察局主任秘书 所以我们是不是给林素辉局长 也是我们未来的主秘亚 给她掌声一下 也给她恭喜 对于花莲整个人文环境以及人脉地脉 我相信在蔡丁贤局长的非常的熟人 以及到目前在日前来到新党室 跟甄卫一起谈话 甄卫可以看到我们蔡局长的决心以及毅力 还有跟我们所有的伙伴同好站在一起突破 我们现在很多很多的治安困境 我想这就是蔡局长想要去做的 在这里我要请大家 拍手欢迎蔡局长来到花莲南部 回到花莲局长 另外花莲港务警察总队 则在上午举行新卸任总队长交接 典礼由内政部警政署主任秘书方扬宁主持 花莲港务警察总队长 由台中市府警察局风源分局长黄勇志升任 这次因为县市的警察局局长 大家轮料增加历练 所以特别把他打左到新竹市担任警察局的局长 我想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历练 所以我们在这边祝福他 这个旅心能够很顺心 勤洗手注意自我健康 这个免疫力的提升 这些都是未来我们总队长在接任 黄总队长在接任我们总队长之后 必须跟我们同仁携手合作 做好防疫的工作 内政部警政署主任秘书方扬宁表示 虽然现任总队长李安纯 服务花莲时间不长 依然肯定这短时间的服务与奉献 记者蒋邦叶华联市报导 请记者看哦 se marquee